美国周四公布上周初领失业救济人数较前周减少5000人达到24万人 接近40年新低显示美国劳动市场相当紧俏 年代时的联准会9月宣布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几率增加 英国央行周四公布最新货币决策 让基准利率继续冻结在历史低点不动 并下修英国经济与通膨预估 英镑对欧元闻讯叠至9个月低点 东芝表示将在长期合作伙伴威腾电子不参与的情况下 以1950亿日元独资在四日市建造6号清源厂生产线 但威腾电子指出仍打算与东芝合作 兴建这条生产线对东芝的说法表示失望 台湾缺电危机频传为确保电力稳定 巨远东新年报因应台湾核电厂将退役 预计在新竹新浦投资25.9亿元 新建气垫共生产 并以燃气燃煤两种净量模式弹性运用 若还评顺利通过 判于2018年动工 2019年6月投产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